Hello大家好,我是黑木爸爸,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C。 非常感谢大家。 维生素C,也称为抗坏血酸,是人体不可缺乏的,必须营养素,也是具有直接抗氧化功能的。 水溶性维生素,可作为抗氧化剂,能保护人体免于氧化物的伤害。 人体在新陈代谢后,容易产生自由基,这时就需要抗氧化剂,协助减少过多的自由基。 当然少量自由基能够刺激,身体免疫细胞,抵抗外来的病菌。 当自由基过多时,就需要抗氧化剂,来协助代谢,正常的细胞才不会,因为过多的自由基而被破坏,导致损伤,甚至使得细胞不正常增生,造成癌症的发生。 除了减少自由基以外,也可以协助负责修复血管,与增加血小板的数量,帮助组织修复,协助免疫系统运作,与神经传递之中的煤醋生产,也是没作用时,必须要的物质。 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C,所以需要透过摄取食物或营养补充品来摄取,吸收时主要在肠道,可吸收效率与摄取的两成反比关系。 随着维生素C摄取量增加,人体小肠吸收率反而会越来越低,当摄取量过多会随尿液代谢。 维生素C也常被添加在食品之中,作为保护食物的抗氧化剂或营养添加剂。 维生素C的功能 1. 美白 皮肤会因为晒太阳,护露雨,紫外线照射,而促进黑色素的形成而变黑。 在摄取维生素C后,可以改善肤色,不过并非单独补充维生素C。 除了维生素C,也需要维生素E,以及直化素等。 2. 伤口愈合 维生素C,能够提升大面积伤口与烫伤愈合的速度,血液之中含有维生素C的含量,与伤口愈合速度会成正比。 局部使用维生素C,也可以减少疤痕的形成,不仅只是促进伤口愈合,还能够保护皮肤,促进皮肤细胞修复及再生,保持肌肤弹性等效果。 3. 减少晒斑 在饮食摄取,或局部涂抹含有维生素C,即维生素E,进而改善皮肤中维生素的含量,能够提高抗紫外线的能力,可减少皮肤因为过度的紫外线照射,导致皮肤细胞受损发炎,与晒斑等情形。 4. 预防皱纹 除了年纪增长容易会有皱纹,长护露在紫外线下,与高压环境及吸烟,都容易会加速皮肤失去弹性,导致皱纹的产生,维生素C,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,稳定结构,神经传导物质,以及胆固醇及荷尔蒙等化学物质的合成,在摄取维生素C后,可改善胶原蛋白的合成,进而预防皱纹的形成。 5. 减缓高血压,与心血管疾病 当有维生素C缺乏时,胆固醇就不易分解成为胆酸,使得血清胆固量增加,容易会导致血栓症,血管周壮硬化,维生素C,能够强化血管组织,减少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,因此对于动脉硬化,造成的心脏血管疾病,与高血压,中风等,都有很好的预防效果。 6. 预防失智症 血液含有维生素C的水平,与大脑认知功能障碍,有密切关系,患有阿兹海默症,通常血液,以及脑脊髓液中,维生素C的水平都较低,摄取充足够的维生素C,能够降低与延缓,大脑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,与衰退的速度。 7. 预防白内障 眼球中水晶体缺乏维生素C,容易会加重白内障的状况,摄取充足够的维生素C,有助于降低与预防白内障的形成。 8. 降低罹患癌症的几率 有实验研究证明,维生素C,能够抑制,胃中致癌物质的形成,降低胃癌风险,也能够降低,罹患乳腺癌,子宫颈癌,大肠癌,肺癌,脑癌,肾脏癌,以及胰脏癌等发生的几率,并可减少,重症加护病房的住院时间。 9. 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 维生素C,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,胶原蛋白是由,肝氨酸,和蒲氨酸,这两种氨基酸,组合而成的聚合聚分子,是身体的基本支撑物质,存在人体的结地组织,骨骼和血管的组织,与牙本质细胞之间,能使得细胞排列紧密,骨骼牙齿坚固,皮肤紧致,当有外伤或是手术后,能协助细胞修复,帮助伤口的愈合,延缓及预防脑化, 形成胶原蛋白时,必定需要维生素C,因此维持身体组织,与器官的健康,就需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。 10. 协助矿物质的吸收 大部分矿物质,等化合物,较不易溶于水,因此不易被人体吸收,维生素C能够协助,钙、磷、铁、这类矿物质,在小肠时的吸收,因此对于贫血,以及骨质疏松症会有帮助。 11. 肾上腺素的合成 人体含维生素C,最多的器官是肾上腺,在紧急时,肾上腺会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,到全身肌肉之中,应对危机等状况。 肾上腺素是油漏氨酸,制成多巴,再转换成多巴胺,然后,转换为降肾上腺素,最后,再转换成为肾上腺素。 这每一个步骤,都需要维生素C协助,进行抢激化反应,因此肾上腺,就必须要有,除备大量维生素C的功能。 12. 维护眼睛视力 维生素C,能够降低眼球内的压力,保持水晶体的透明,预防白内障,及清光眼等情形。 13. 增加免疫力 维生素C,能协助特定免疫细胞的分化和增殖。 免疫系统中,最主要是由淋巴球和白血球来维持,淋巴球与白血球需要充足的维生素C,才能够吞食氯过性病毒及细菌。 维生素C,也有很好的还原能力,可防止白血球受到自体氧化伤害,并且能够活化免疫系统,促进B细胞,与T细胞的成熟,降低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。 14. 抗氧化 维生素C,是抗氧化极强的物质。 人体中的抗氧化剂,与多种酵素的辅因子,可以帮助提升免疫力,减少有害的自由基,维持皮肤上皮细胞的完整性等。 对于长期暴露于不良环境之中,产生的自由基物质,能够有效的代谢,也可防止腌肉中的亚硝酸,转化产生亚硝酸胺等,有害的物质。 14. 维生素C,是人体必须营养素,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,与许多酶醋反应有辅因子的作用。 15. 能够协助酵素发挥正常功能,帮助提升免疫力,合成胶原蛋白,维持精子运动能力,促进伤口愈合,并能协助代谢身体毒素。 15. 保护,修复,与再生皮肤的细胞,维持皮肤的弹性,抗发炎,抗氧化,减少自由基,强健动脉,维护骨骼,牙银,肌肉以及血管的健康。 15. 并且能够,参与左旋肉碱的代谢,改善身体耐力,减缓老化,预防动静脉栓色,心脏病,高胆固醇,中风,高血压,以及病毒感染的肺炎,也能够协助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,以及减缓压力,跟疲劳紧张感等情形。 15. 维生素C,可用来预防,以及治疗坏血病,现今,最常用来预防一般感冒,在皮肤上,可减少辐射导致的损害,以口服摄取维生素C,提供全身所需之后,能留给皮肤的只剩下5%到7%,所以直接经由皮肤吸收,是最能够在皮肤上发挥较好的效果。 15. 虽然维生素C有这么多功能,但并不表示,只补充维生素C,就一定会精神百倍,全身有劲,皮肤光泽水弹,如果要保持身体健康,并非是单一营养素就能够维持的。 15. 容易造成维生素C,缺乏的因素 1. 饮食中较少蔬果 因为维生素C,主要来源是蔬菜与水果,因此较少食用蔬果,就容易会导致,维生素C缺乏的情形。 2. 不断烹调 因为维生素C,并不耐热,过度烹调或加热,就容易会导致被破坏,因此就需要,特别注意烹调时的方式。 3. 压力大 压力较大时,会增加维生素C的消耗,因此容易造成维生素C的缺乏,导致引起压力相关性的疾病。 当有摄取充足的维生素C时,能够改善情绪,以及抗忧郁等作用。 4. 有伤口 与手术前后 当有手术与伤口时,就会需要维生素C,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,与稳定组织结构。 这时因为手术,以及伤口时的修复,维生素C的需求量,就会比平时更多。 5. 吸烟 与接触二手烟 吸烟会使,体内白血球的维生素C,含量浓度变低,常接触二手烟,也会因体内氧化压力高,使得需要消耗更多的维生素C,来增加抗氧化剂,因此更容易会有缺乏的可能。 6. 肠道吸收不良 肠道严重吸收不良,癌症恶病值,或肾脏病血液透析者,都会因为吸收状况不佳,使得体内维生素C,消耗量变大,导致更容易会有维生素C的缺乏。 7. 加工食品与油炸物 果酱,泡面,油炸物,烟熏食物,发霉食品,高油脂食物,含有大量添加物的食品,以及腌子类等食物,都容易使体内产生自由基,就需要维生素C协助代谢,因此容易会导致维生素C缺乏。 8. 在食用之后,建议多喝水,额外多摄取蔬果,协助身体代谢。 8. 糖类食品食用过多 体内糖分与葡萄糖过多时,会影响维生素C的吸收。 因为维生素C和糖,是通过同个受体,途径进入人体细胞,可受体较易与葡萄糖结合,所以摄取糖,容易妨碍维生素C的吸收,与增加自由基的产生,这时还需要维生素C协助代谢,因此摄入过多的葡萄糖与糖时,就必须消耗更多维生素C,来代谢自由基。 由此可知,糖是维生素C的克星。 因此当补充维生素C时,却摄取太多的糖分,也会使人体的维生素C含量不足,这时需让维生素C有足够的效用,就需减少糖的食用,与适当多摄取维生素C。 食用太多糖分对人体是个负担,除了影响维生素C吸收外,对于血压与心血管疾病,都会有所影响。 所以糖分摄取太多,是对身体的一种伤害,在摄取维生素C时,也会随着摄取量的增加,吸收的量也会越来越少,在工作压力大,与时间长,引起的氧化压力不平衡,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维生素C,来维持平常身体所需。 因维生素C,主要的来源是蔬菜与水果,如果平时又较少食用蔬果,就很容易会有,维生素C缺乏的状况。 维生素C缺乏的症状 1.坏血病 缺乏维生素C,容易引起坏血病。 当有坏血病时,人体胶原蛋白制造会变得不稳定,造成无法发挥正常功能,与血管系统的崩溃,体内的一些酶,会无法正常地运作。 因此会导致,昏睡,口臭,虚脱,泻力,肺脏,肾脏衰竭,极度疲乏,关节软弱,肌肉无力,牙齿脱落,骨骼脆弱,皮下出血,牙银出血,呼吸急促,海绵状牙银,皮肤肿胀疼痛,血管破裂出血,皮肤出现红色斑点,与螺旋形头发生长,以及伤口愈合不良,最终会有发烧,抽搐,病危及性命等情形。 2. 皮肤疾病 维生素C缺乏,腿部的皮肤病变几率会增加,肤色会较苍白,感到郁闷,以及陷入瘫痪等。 3. 免疫力下降 维生素C的缺乏,会导致免疫力下降,也会更容易发生感染等状况,因此必须在饮食中,摄取足够的维生素C,来增加抵抗力。 4. 白内障 眼睛中的视网膜,以及水晶体,都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,当缺乏维生素C时,水晶体中的胶原蛋白,就容易会失去透明性,而发生白内障的状况。 5. 精神不济 肉碱,是作为脂肪酸氧化,产生能量时传递的物质,也能是帮助肌肉组织中,肌肉收缩的能量,是经由黎岸酸强化而成。强化反应,需维生素C协助,因此维生素C缺乏,就容易使人感到精神不济,并且血液,会积存大量的中性脂肪。 6. 贫血 维生素C,能协助铁质的吸收,当缺乏时,就会影响吸收率,进而导致,缺铁性贫血等情形。 7. 缺乏胶原蛋白 维生素C,是合成胶原蛋白重要的物质,当维生素C缺乏时,会导致无法合成胶原蛋白。 8. 心血管疾病 长期缺乏维生素C,亦使得血管组织变弱,因此会容易引起各种心脏和血管方面的疾病。 冠状动脉式血管中,承受压力最高的部分。 身体为了预防,冠状动脉肾血或破裂,就会使血管变厚,造成血管硬化,或者是使胆固醇沉积,堵塞肾血的伤口,而导致血管阻塞。 9. 维生素C,能够减少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,与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,因此可降低动脉硬化等风险。 9. 维生素C,需从饮食中摄取,一旦维生素C缺乏,就容易会有,疲惫,红肿,嘴破,倦怠沮丧,肌肉酸痛,无力,容易瘀青,与感染,牙瘾肿痛,肠胃出血,皮肤干燥,微血管脆弱,伤口愈合不易,节地组织弱化,严重缺乏会有,内身心疾病等症状。 9. 缺乏也会提高,缺血性心脏病,高血压,以及胶原蛋白合成受损,器官组织减弱,产生各种疾病,与状况,严重时会引起坏血病。 9. 维生素C足够,身体健康时,血管B细胞,会由胶原蛋白来填色,并且排列整齐,与结构较为严密,可缺乏时,血管组织结构的严密性,会有所损害。 9. 外界只要稍加压力,血液就容易,渗出血管外而瘀青,这是坏血病最明显的表象,此时也容易会因为胶原蛋白强度不足,导致坏血病更加的严重。 9. 维生素C,是很重要的抗氧化剂,也参与许多人体内生化的反应,如各种霉醋与非霉醋反应,当缺乏时,就无法顺利进行这些反应。 在此,特别感谢大家,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,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,再次的相遇。 节目 i know you